他們也快成績 他們應該二十幾天 他們三十幾天 應該快四十天了 不只照年齡分 每一龍溫度控管也不同 這是世界上最小的雞 盧丁雞 黑色那隻是禮拜天 我看著牠出口的 晚上八點 就像自己的小孩出生 其他幾隻黃毛的 還是剛爆到不到二十四小時 平均五六十天 就算成績會下蛋 近幾個月爆紅 帶起飼養蜂巢 這個月的話 大概賣了大概四五十隻了 就這一個月特別量 量特別多 對啊 盧丁雞超行 業者一度叫不到貨 加上鬧缺蛋荒 民眾自己養 實現吃蛋自由 幼雞一隻七八十塊 成績依花色公母不同 平均一到兩百元左右 大概三天 大概產個兩顆吧 那也是有朋友的 即使每天下蛋 一開始我想說 給孩子吃他們的蛋 對 就是補充他們的 因為他們很有營養嘛 對比一般的雞蛋 還要有營養 盧丁雞蛋真的超迷你 重量輕外殼薄一顆五到八公克左右 大約抓七顆的量 才抵得上一顆普通雞蛋 要靠他吃飽有點難 對他們來講 他們要舒適的溫度 還有他們要安心的環境 因為他們非常單小 蛋雞的飼料 殘蛋的配方 那可以額外給他加一些 譬如說麵包蔥 飼料網路上就有賣一斤五十元 偶爾加料吃蔬菜 麵包蟲當點心 加上飼料箱 飲水器等設備成本不高 好入手 還有雞蛋能供應 難怪造成風靡 三立新聞李文宇 張家宣 西美報道